当年最紧绷的年代是96年的飞弹危机那一年 是的 事实上江泽民我们刚才也谈了 他是一个人格特质很特殊的一个人 那么在中共的这个历届的总书记里面 江泽民算是一个比较有国际观 而且呢 因为他过去呢都主要是在工业的领域里面 所以呢他的这个官僚的这种气息没这么重 那么事实上他接任以后 因为是八九之后啊 这个中共受到了这个国际的很多的杯葛 跟这个经济上的制裁 所以他基本上他对外呢 他是采取一个这个和解的这种态度 譬如像说他跟俄罗斯啊 乌兹别克啊塔吉克啊 甚至包括越南 所有这个争议的这个边界 在他这里他都把它都解决了 而且呢他是以让步的方式去解决 这个有人有人算他账 说他这个丧失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么特别是把这个跟越南啊 北部湾的化界北部湾就是我们我们所谓的东京湾啊 他把那个白龙围岛给了越南 这本来是租给越南的后来就就给了越南 这个呃这表示说当时他的政策是希望说 这个广结善缘来缓解国际的压力 同时能集中力量呢做内部建设 所以在这样的气氛上 会是为什么会有九二共识 也是也是因为这样而来的 就中共而言 九二共识当时啊 我们说什么一中各表啊等等 为什么中共都不吭气 后来也接受了 事实上也就是这样一个氛围之下 希望说啊台海不要不要有事情 你只要不搞台独什么都好啊 那么但是呢 这个我们呃李前总统李登辉先生呢 他是在我们这个金国先生以后啊 历任的总统里面 他也是一个人格特质很特别的人啊 第一个他相当的霸气啊 第二个他在这个呃在国家的战略上啊 有他自己的想法 当然这个见仁见智啊 有对他各种不同的批评 但是以我个人呢 跟他的接触来看 说实在我相信李登辉 呃不是无视放地 而是他有他一定的一个想法跟目的啊 当时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说 希望能够啊突破 美中之间共同管理台湾 共同管理台海的这样一个限制啊 希望能够呃走出一个主权国家的这样一条道路啊 所以呢 他就一再的去想办法要呃突破说不让台湾的领导人到美国去了 这样的一个不成文的禁令啊 各位就后来就是这个他呃透过了花了很多力量啊 啊这个在美国国会游说等等的 最后他获得了到康乃尔去访问 嗯 但是这个事情呢 严重的触及到这个中共的底线 嗯 那么对于中共来讲 特别是对于呃江泽民来讲 江泽民当前以后 他有个最大的软肋在那里 就是他对解放军的控制 嗯 始终呢 这个呃等于是虚伪一样 嗯 虚无缥缈 虚无缥缈 他没有没有真正的能够抓住解放军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他不强硬表态的话 嗯 那么他对中共的领导 特别是对解放军的这种控制呢 那更是啊 呃更是更是更是糟糕了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他不得不要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 嗯 当然这也跟中共军方的态度也有关系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发生了 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啊 中共试射飞弹啊 啊 最近的飞弹呢 在彭加宇附近 嗯 这个落海啊 距离我们的这个基隆的外港 已经非常非常近了 那这样的一个试射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他能够用飞弹来封锁我们的基隆港 嗯 当然也代表说他能够达到那个目标点 也能够打到我们台湾的其他的一些的呃 战略位置甚至于我们的总统府啊 这个事情呢 当然对当时的台湾的民心士气是造成很大的一个震撼啊 那么这个李德温先生那个时候一方面要选举嘛 啊 呃那是第一次 第一次我们的直接选举啊 这个直接选举说实在也是战略意义非常大的一个选举 为什么呢 这代表说我们脱离了过去所谓国民政府时代 嗯 跟大陆的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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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久以来所谓的正统的关系 嗯 这个这个总统是直接由台湾的名义啊 啊 所选出来的 嗯 那么也代表这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 嗯 所以这两件事情都让中共非常的不满 嗯 那么他要表达他的这种强烈态度 嗯 所以打了这个飞弹 那李登辉为了安抚民心 嗯 所以他要装够一副啊 没事的样子 其中一个就大家所知道的啊 李登辉讲啊 他这两个哑巴蛋啊 嗯 空包蛋 空包蛋 他是说哑巴蛋 嗯 他不是说空包蛋 他说哑巴蛋 他是这个呃 不会爆炸的 嗯 对不对 结果这个事情呢 暴露了啊 我们在大陆的呃 发展的两个主要的间谍 那就是所谓少康一号跟少康二号 哦 真的哦 对 他的代号叫少康 不是本名叫少康 对 那个代号啊 那个 先讲这个少康一号啊 这个少康一号呢 他的本名叫少镇宗 哦 他当时呢 是中共这个 呃 总后的军械部里面 这个军械厂的 这个军械厂的 他有个局的局长 他是大校 大校军阶啊 那么他快要退休了 但是呢 他呢 有个女朋友 嗯 当时呢 就这个 以当时中共的 这个呃 待遇来讲 并不是很好 嗯 特别是啊 中共当时 地方的军区的战部 有很多油水 嗯 比如刚才讲到 海南岛的 什么走私啊 那些啊 啊 那个广东军区 广州军区啊 南京军区 都发大财啊 嗯 对不对 那么 但是呢 中央的 这些的 这些将领 啊 确实没有油水可捞的 哦 这有点像清朝一样 清朝的金官很穷 对对对 对 虽然表面上 他的官制很大 但是他没什么油水 天歌皇帝远好发 对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 邵政宗 他 他想说他退休了 他怎么办 他是希望说 带着他的女朋友 到国外去 沿走高飞 那么 1990年初啊 他有个机会 嗯 到 到 欧洲去访问 那么他在香港的时候 他就想说 这个 呃 希望能够 呃 跟我们联络 嗯 那么他是怎么 怎么样跟我们联络的呢 呃 这个实在是很 很特别的 为什么 他是听我们的心战广播 哦 这个过去没有人讲 因为我以前在心战处 我了解这个 就是他听我们心战广播 嗯 因为我们以前心战广播 有时候啊你这个 啊欢迎你写信到哪里 哪里来 就他就这样写信 真的哦 用这么这么粗糙 原始的方法写信 那我们这个 那你们收到信怎么处理 我们心战广播接到以后 觉得 觉得很亚裔嘛 真的假的啊 这好像不是真的一样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他连续写了好几封 后来想说 还是交给军情局去处理吧 嗯 对不对 那军情局呢 他们也也做了很多研判 嗯 最后 派了一位军情局的上校 他叫翁衍庆 哦 前不久 在媒体上曝光过 他后来当了中将的副局长 当时他是上校 嗯 就派翁衍庆到香港去 跟他做了第一次的接触 嗯 结果发现说 真有这么回事 嗯 那么呢 这个呃 我们也承诺他啊 这个按照 因为我们国军里面 没有大校这个 这个军阶 所以按照国军上校的待遇 嗯 每个月 支薪给他啊 当然另外还有一些 他情报奖金啊 等等的 嗯 而且呢 也跟他 也希望说 他不要 暂时不要离开大陆啊 当然我们说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帮你做一些安排啊 嗯 那么怎么样 让他跟他的女朋友 将来离开大陆以后 能够在海外其他地方 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啊 那么他也接受 我们的这样一个说法 然后呢 这个呃 我们也希望说 他能够在大陆呢 能够呃 多发展几个呃 嗯 几个人来一起 来发大财啊 嗯 那么他回去以后 他就发展了 总后的军械部的部长 刘连坤 刘连坤是少将 嗯 但是呢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事实上 在总后的少将 那个时候少将的待遇也不怎么样 嗯 那么他看了这个地方的这些干部啊 这个官没他大啊 这个官没他大 但是呢 财发的比他不知道大多少啊 他们军情局的六处的六处的副处长啊 啊这个庞大为上校啊 啊 他特别到广州去嗯 跟这个刘连坤见面啊 啊 那么就到广州那时候有个很有名的宾馆 叫白天鹅宾馆啊 啊 那么到那边去 为了说表示对刘连坤的尊重 要他是少将嘛 所以说我们也派个少将去嗯 所以还这个假的帮庞大为升了一个少将嗯 但是后来庞大为这个事情心里耿耿于怀 嗯 说这个呃 既要我做了这么大件事 你给我一个还假的少将嗯 后来他上校退伍啊 那么后来很多这个啊 刘连坤的这个监力案啊 很多的内情这些啊 都是庞大为说出来的嗯 那么嗯 但是另外一个闷声 闷不吭气的 翁连坤呢 嗯 就升到了中将啊 啊 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啊 使得这个后来 这个刘连坤成为少康二号嗯 知道这个事情呢 非常少嗯 我在这边我要特别的跟各位提到 我们一位军中很很有智慧的长官 那时候我们的总战部的一个主任啊 我们的呃 我们的呃 杨上将啊 嗯 他呢 当时说旭公啊 他就说他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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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啊 啊 然后他公文他也不看啊 就是全案他也不看啊 然后他跟新战处处长讲你要不要 嗯 我不要啊 你要不要 那新战处长当然我也不要 我也不要啊 所以说 有智慧的长官就是这样 后来这个事情爆发以后啊 啊 这个所有看过这个呃 知道这个事情 看过这个公文的都都被列为调查对象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